5000块钱从市场上面收到了一个咸丰重宝 个头很大 47.3 厚3.7毫米 重38.5克 整个支口和品项还算是不错的 唯一有一点不足的就是它有一点点疑犯 然后边上面有很轻微的磕棒 那么背面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保浮局的 当二十 然后 击重一两 这种咸丰重宝 我们在收藏市场上面 简称 保浮二十击重 它的铸造量并不算特别大 所以说在收藏市场上面 价值也比较高 像我手里面这一个 评级分数是 每80分 我是花了5000块钱 从市场上面收到的 那么如果说比我手里面 这个状态要出色 支口更好 然后全壁铸造更精美 整个品项看起来更漂亮 能达到 评分85和以上 这种精品品项的分数 那么在收藏市场上面至少都是过万了 因为这种保浮局的 寄重一两 保浮局的钱币在收藏市场上面一直都是非常热门的品种 咸丰重宝 这个保浮局铸造的钱币 在收藏市场上面 也是非常热门的 另外就是铸造量偏少 铸造的精度并不高 所以说好品项的 在收藏市场上面 价值就比较高 那么大家在收藏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仔细鉴别一下它的真价 一般价值比较高的钱币 在收藏市场上面 房品都是非常多的